一个精彩的火锅后 随即妙传队友在三分线外放冷箭得分 这项在南港运动中心进行了 台北市东区社区杯三对三动牛赛首次举办 筹办的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聪志表示 主要是为了实现竞选承诺 同时也透过篮球运动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 刚开始还一度担心报名队伍数太少 结果共有45队参赛 让本身也爱打篮球的黄聪志相当开心 参选里长的时候的政见之一 就是要举办社区的三对三动牛篮球比赛 这是其一 后来发现青少年很重要 我们青少年这个族群 我们担任里长这些年来 青少年族群比较少参与社区活动 怎么让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 一直在绞尽脑子 终于这一次 南海运动中心非常良善美意提供场地 我们先敲它的时间 我们这个活动办得非常长处 因为先敲场地 有场地才能办活动 那场地确定10月1号 我们9月21号规划开始规划 然后22号公告 28号截止报名 就42号队报名 就对我们这个团队 有很大的一个激励 还有我自己台北科大市职位 今年刚好担任了会长 也想本来就在市职位里面的提案 里建议的提案要举办 三对三动牛篮球赛 市职位来讲 青少年活动也是很难的 市职位要办青少年活动也是很难的 我就提案通过 通过然后以专区为单位 号召几个市职位 专区有七八个市职位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 等于是我们国际市职位 台北市台北高大市职位 所属的第二专区 以下一些分会 还有玉城里办公处 还有中华民国荣卧协会 加上南港运动中心 那当然主办单位是我们南港区体育会 我们是先写计划书送体育会 其实还在审查 我们就办了就先办了 那过程是想第一报名要免费 第二要提供奖金 这是我们筹备的共识 我们都提供第一名三千 第二名两千 第三名一千五 第四名一千 我们提供第一到第四名都有奖金 这小朋友是一个鼓励 那果然 这个后来透过很多团队 我们团队里面各自的通路 拜托 然后他报名进来 你知道刚开始第一天才七个 七队报名 我想哇怎么办 隔天隔了一天三十几队 决定就报了 经过激烈的竞赛 四组名次出炉 国小组冠军由VPERS拿下 国中组第一名是敦踪Ribels 高中组冠军由一人一千夺得 社会组则是想不到叫什么队夺冠 黄秋寺强调 台北市东区社区杯三对三 斗牛赛明年将持续举办 希望透过这项比赛 让爱打篮球的市民以求会友 也协助让基层篮球运动 在社区扎根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